再来关注巴尔干岛国家 克罗埃西亚2023年元旦开始 加入了欧盟的深耕区 26国全员可以自由通关 除了旅游的效应可骑 也向欧洲靠拢 跨年前戏就算街头阴雨绵绵 仍不解民众逛街血拼的热情 但是当口袋空空得先领钱 路边的ATM提款机 萤幕却显示目前无法提供服务 无论怎么按都没反应 只好转往仅存的少数几台 可提领的ATM领钱 导致大排长龙 让民众大叹真的很不方便 到处可见鲜明的红白棋盘格文 这里是巴尔干半岛国家 克罗埃西亚 2023年元旦开始正式进入欧元区 为了转换货币之上大工程 克国央行从12月中开始 全国4000台ATM提款机 一口气停用2700台 开始填装欧元 并推出手机APP地图 帮助民众找寻可用的ATM 克罗埃西亚的旧有货币库纳 已经通行28年 如今将走入历史 在首都萨格勒布 四处可见标语写着欧元 我们的货币 为了成为欧元区 第20个成员国 克罗埃西亚从5年前开始 一直通膨 加入欧洲汇率机制 并控制货币不大幅贬值 满足欧元区财政稳定的条件 从元旦起欧元正式上路 旧货币库纳 还有半个月的缓冲期 使用期间可到1月14号午夜 美丽的海岸风光 和欧洲中世纪建筑 克罗埃西亚被誉为 雅德里亚海的珍珠 更是知名影集 并与火之歌中 均凌晨的取景地 这里的物价水平 与欧洲相比较为低廉 是许多欧洲人的度假首选 不过有民众抱怨 许多商家正在这回 转换成欧元时 故意拉抬原本商品价格 克罗埃西亚还在元旦这一天 同时加入深耕区 深耕区涵盖4.2亿人口 27个成员国之间 不需护照就能自由进出 31号午夜 克罗埃西亚和斯洛维尼亚交接处 最后一辆通关的车主 在检查护照后 获得一只泰迪熊作为纪念 两国内政部长 一同启用自动感应闸门 现场还开香槟庆祝 最开心的莫过于住在边境的小镇居民 许多人每天为了工作或是名声采购 必须通过边境 排队检查经常要等上好几小时 当克罗埃西亚迎来2023年 烟火照亮街道 更吸睛的是克罗埃西亚央行建筑外 投影出巨大的欧元硬币 克罗埃西亚政府强调 这是国家的未来愿景 元旦这天迎来欧盟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 与克国总理在街头喝咖啡 吸引不少民众围观 最后咖啡由东道主买单 皮夹掏出来的当然是崭新的欧元钞票 让范德赖恩笑得何不拢嘴 1991年脱离南斯拉夫独立 克罗埃西亚2013年加入欧盟 之后逐步向欧洲靠拢 现在启用欧元不单单能降低观光旅客 换汇的不便 更能吸引欧洲企业投资 约400万人口的巴尔干半岛小国 克罗埃西亚将眼光放远欧洲 期盼在新的一年展开新气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